中超本赛季在亚冠赛场表现不佳,日本的恒达和上岗都只不循六强,日本球队的表现更不好,目前他们也只剩路导路奖还留在亚冠中,其他球队都是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。 日职一直也很重视自己球队在亚冠的表现,所以日职本轮比赛有亚冠任务,等路导路角就先踢了,而后他们有四天的时间,足够球队恢复起能。 今天笔者就带大家先看看这场日职的备战情况,更多的是看路导路角的情况,希望全界能在各场守得一个有利比分。 日职第24轮,路导路角VS盘天喜悦08,2418,00路导路角在经历了美妙的7月后8月表现有所起伏。 在联赛中输掉了两场比赛,其中赫场被名古乌金巴打电四球,球队的防线在直田直通开启旅欧生涯后,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。 由于直田直通的离开,球队也被迫用风险的惊奇梦生换来了防线韩国国角正声炫,算是即使堵住了防守漏洞。 而在7月拿到这一连赛MVP的林沐游魔被扑抄球队盯上,好在经过一番摆留,球队目前基本阵容不会再变。 不过球队封献本就人员会把安副玉奎却在和长期航海的比赛中受伤,商庭时间至少两周,这样一来就可能缺席亚冠。 本场和盘旋喜悦的比赛,显然是无法上场的了,从上一轮联赛来看,球队固定442只做一些人员上的调整,预计门将是更端准,中卫人选固定正声炫和全四之野,便为使用山本修斗和一东姓名。 而中场,莱奥西尔瓦,三杆剑斗,远腾康和勇姆亮太基本战至手法,封献林沐幽默大盗塞尔吉尼奥或土居圣真。 之前使用的安西信辉和西大武,在被金巴打爆后失去了信任,盘田起月上次和陆导陆角交手领先对手三个名次。 这次交手就已经落后三个名次了,最近两个月球队的状态相当不稳定。 阿伦联赛,二胜四平二负,修赛期后四个课场没有胜局,而且中村俊福,宫崎智燕,阿戴尔顿,西里亮,梅沙尔夫,真骨月晃六人伤停。 球队目前起起伏,伏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。 两队交手记录路倒路讲,倒是一点没有占到便宜,最近六次,一胜四平一负,两队平局出的概率相当高。 不过本场比赛基本面主队战优明显,盘田起月客场难免吞下败仗,王喜喜。 美白有赛一系列表耶 зап豐出因爐的视频的带路。 优优责张、盘仓君继ang立即回来。 美国无症状态差別途。 单位数十分的带路前途征来。 Ves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